我們現在把重心再轉移到美國國務院 每年都會炒作一次 所謂的各國人權報告 我剛也講了一丁點 當然如同大家的預感 美國可以說在炒作的節奏上 完全配合攻擊的 完全配合這個 西方攻擊新疆的議題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無縫接軌 我真的佩服他們在這方面的這個能力 實在非常強 那美國這份所謂各國人權報告當中 矛頭指向新疆 還有俄羅斯緬甸 但是開中民意他就修理 修理中國迫害新疆維吾爾族問題 那不用細看 我覺得我這個人權報告我根本都懶得去細看 但是呢 這一份報告涉及新疆部分 我認為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加上作文比賽 胡說八道加上作文比賽 這就是美國的人權報告 那 人權報告真的是促進世界各國的人權嗎 美國的目的真的在這邊嗎 美國那麼關心 人的價值嗎 如果關心人的價值 為什麼 古巴的關達蠟摩監獄裡面 對於穆斯林的囚犯 那麼樣激進 非人道的方式 行求 那在敘奴時代 為什麼那麼 非人道的方式 對待黑人 為什麼用非人道的方式 屠殺印第安人 美國真的講人權嗎 所以真的是為了促進 世界各國的人權嗎 人權報告 那人權報告真實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何在 還有一個最根本關鍵的問題 例如五眼聯盟 例如日本甚至於台灣 要認 美國當爸爸 其他世界上200多個國家 他們 如果沒有認 美國當爸爸的話 美國憑哪一點 要去說別人的人權如何如何 別人人權不及格 他憑哪一點 其實美國迫害人權 可以說是大家的common sense 大家的基本常識 自己當太保流氓混混 還要打別人的操心成績 從前我們讀書啊 我們在台灣讀書 從小學一直到大學 學校的老師 我們班導師 或者說是集任老師 要打我們的超性分數 大陸我不知道有沒有 超性就是我們的 這個做法 我們規不規矩 有沒有欺負人 有沒有跟人家打架 有沒有做 考試作弊 各式各樣就是所謂的 超性分數 看我們調不調皮 那美國憑什麼打我們的超性分數啊 美國是什麼 是上帝嗎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西方世界 當然還是有正義之勢的 比如說有一位英國倫敦大學的教授 倫敦大學的教授 他叫 伊斯塔 就是科斯塔斯 杜納茲 杜茲納 這個杜茲納教授 他寫了一本書叫 人權與帝國 世界主義的政治哲學 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 他就批判美國說啊 美國頒布 關於全世界侵犯人權的行為 那麼詳盡的 這個所謂的國家報告 是用來做什麼 人權報告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作為貿易 援助外國 還有外交談判的時候 一種討價還價的籌碼 所以人權報告是 美國用來做籌碼的 用來恐嚇別人的籌碼 所以他的準確性 是有問題的 這是英國的這一位教授說的 認為英國的教授 非常明確的說 美國的人權報告的準確性 是有爭議的 這是杜茲納教授說的 杜茲納 這個杜茲納教授 他還根據啊 針對啊 伊拉克戰爭啊 他做批判 他說啊 人權啊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至高無上 但是人 卻不是 他說美國這個國家 非常奇怪 非常虛偽 一天到晚喊人權 人權至上 可是人的價值 卻不是至上 這就是杜茲納 為美國人權報告 說的一段話 他認為 美國人權報告 是非常荒謬的 換句話說 美國有時候 甚至於拿人權報告 作為戰爭的藉口 美國不單單用人權報告 拿來外交譴責 或者是媒體大外宣 他 很有可能 作為一個藉口什麼 比如說採取轟炸的手段 入侵的手段 占領 一個國家的手段 那所以人權 用 非人權的手段 來達到他要 這個 所謂 人權的目標 這不是非常荒唐嗎 美國的終極目的 不是為了 推行人權 美國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達到他自己 一個私人的 一個私欲 私人自私的慾望 所以 總結來說 美國人權報告 是用來進行恐嚇勒索 同時用人權報告 對全世界主張 所有的 對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的 主要的國家地區 進行常備管轄 用來載制 控制全球 這是他主要的人權報告的一個目的 所以談到這裡 我們接著 談了兩次的新疆議題 各位應該好奇 為什麼西方 為什麼殖民主義者 烈牆老是緊盯著 我們的新 新疆 西藏 不放 當然這個議題 長長遠遠 我覺得這個議題 還值得深入去研究 深入去探討 我們 國家的這 廣大的領土 有那麼多的地方 為什麼西方 咬住我們的邊疆地區不放 這是值得我們好好的研究 因為 我們 有責任 讓民族復興 可是民族復興的基礎是什麼 國家領土的主權完整 不容任何的分割 不容任何的侵犯 這是一個最基礎的地方 這個基本 能夠掌握住 我們才可以 進而 讓民族復興 讓我們中國真正的崛起強大